山东宾州欢迎您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27号上午河南省文物局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 专家宣布在河南安阳发现的西高学墓地 其墓主人已经确认为曹操 发布会上社科院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等机构的考古学家 向媒体陈述了对大墓的考古认定依据 这座墓葬平面为甲字形 坐西向东为斜坡墓道的双式砖券墓 总长度近60米规模宏大结构复杂 与已知的汉魏王侯及墓葬类似 与曹操魏王的身份相称 但墓内装饰简单 随葬品多为墓主生前常用物品尽显朴实 印证了曹操当时主张的博葬 该墓未发现封土 也与文献记载相符合 该墓虽被多次盗绝 但仍幸存一些重要随葬品 供出土器物250多件 其中以克明石牌和遗骨最为重要 此次供出土克明石牌59件 其中8件鬼形石牌极为珍贵 分别刻有魏武王常所用隔虎大脊 魏武王常所用隔虎大刀等名文 魏武王正是曹操下葬时的称谓 这些出土文字材料为研究确定墓主身份 提供了重要的最直接的历史学依据 这个石队的上面 可有魏武王常所用 魏向石 它这个曹操是生前使用的一个镇头 在牧师经历中 发现有人头骨 枝骨等部分遗骨 专家初步鉴定为一男两女三个个体 其中墓主人为男性 年龄在60岁左右 与曹操中年66岁吻合 因为曹操遗骨 据三国志魏书五帝纪等文献记载 曹操于建安25年 公元220年正月并逝于洛阳 2月灵旧运回叶城 葬在了高陵 高陵在西门报祠西园上 这座大墓就在西门报祠以西 1998年西高学村西出土的后照建五十一年 公元345年 大不清驸马都尉鲁前墓志 也都有明确记载 墓志上明确记载 徐例这个魏五帝灵 西北角四十三步 这些证据吧 都足以证明了 这座墓就是魏五帝曹操的高陵 专家认为曹操高陵的发现 必将为曹操及捍卫历史的研究 开启新的篇章 为捍卫考古树立了准确的年代标识 自古以来呢 曹操一直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历史人物 对于他葬身何地 无论是民间还是考古界 也有诸多的猜测 其中72遗种说更是广为流传 由于曹操生前大力提上博葬 其子曹丕也忠实地执行了这遗嘱 所以他死后只过了几年时间 灵上的祭奠就已经损坏了 再加上此后的烽火战乱 朝代更替 曹操墓地从此无人知晓了 据史料考证 唐代以前曹操墓地的具体位置 还是确定无疑的 这一点由唐太宗理市民 经过其墓地时所作的祭奠文章为证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北宋以后 曹操墓的准确位置就少有人知道了 宋以后 由于中国社会的正统观念建盛 曹操的脸谱越来越白 成为狡诈多疑的尖雄典型 关于其在此地设遗种之说也兴起 到明代三国演义等文学作品中 曹操被刻画成一个著名的反面人物 设立七十二遗种 成了一个生前七天 死后七人的阴险狡诈的人 并首次以文学性的语言提出 曹在夜西建七十二遗种之说 他是就是宋以后 随着曹操的他形象 跟他原本历史原来的形象 差距越来越大 明清的时候三国演义 把他刻画成一个奸臣 这个时候可能是 估计就随着这个演变而来的 七十二遗种也就出现了 关于曹操的墓地在哪里 在民间主要有四种说法 第一种曹操生前在夜城西面 建造了七十二座遗种 第二种曹操葬于水下 他在张河的河底铺设案道 巧立机关以防盗墓 第三种曹操死后 没有葬于夜城 而是埋在了河南省中部的 许昌城外 第四种曹操葬于夜城的 铜雀台等三台之下 就是现今的三台村 27号河南省文物局宣布 河南安阳的西高墓穴就是曹操墓 也为民间的各种传说 画上了一个句号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情况 就在上一股冷空气 昨天还在影响南方地区的时候 一股新的中等强度冷空气 已经逼近我国新疆 并将在未来三天 使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 再次遭遇大风降温天气 据气象专家介绍 目前本周以来的第二股冷空气 由于移动速度较快 所以南方的降水天气 将很快结束 从22号以来 我国大范围已经连续受到 两股强冷空气的突袭 但是似乎冷空气的脚步 并不肯停歇 目前新一股中等强度冷空气 已经在我国新疆以北地区 整装待发 从28号到30号 它将自西向东 横扫北方大部分地区 它特点就是移动速度比较快 可能主要带来的天气 是以大风和降温天气为主 江湖都远远没有 我们过去经历过的这一次 北方比较强的这次冷空气过程 大概一般会有4到6度的降温 影响到华北这一块 像北京天津呢 大概在29号左右 发生永水险情的 龙下铁路向山隧道 强险工作 昨天晚上取得了 阶段性的进展 隧道内7米后的 毒水墙建设完成 经过60多小时的抢险施工 正在建设龙下铁路向山隧道 游水险情的排险工作 是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 大家看 我身后7米后的毒水墙 是在27号晚上的22点钟 正式焦筑完成 此项工程的完成 也为后面的救援工作 起到关键的作用 最关键的作用就是 挡水墙的成功施作完毕 使得地下水不再流失 这样游历地标的稳定 对地标的稳定 起到了非常关键性的作用 地标稳定了 也就是使得地标的房屋 得到了稳定 强险施工人员介绍 25号一早 开工建设的7米后 毒水墙是险情发生后 强险工作的第二套处理方案 由于渗水量不断加大 最初启动的沙包围堵方案 不能有效控制 第二套钢筋混凝土胶筑方案 才正式启动 距离隧道入口 340米处的毒水墙 还将给接下来工程修复方案的 制定争取时间 再建的龙下铁路 自龙岩至厦门 全长176公里 其中的关键性工程 向山隧道 是迄今为止 华东地区最长的隧道 长达16公里 占了铁路全程 接近十分之一 由于低质条件复杂 原定28个月完工的项目 目前已经较预定期限 延期了8个月 27号港中旅登峰 松山少林文化旅游公司 在河南郑州挂牌 一个是中国旅游行业的龙头老大 一个是坐拥 少林寺 松阳 书院等 世界顶级旅游资源的城市 双方的握手 注定从一开始 就受到广泛的关注 按照双方的协议 合作以后 港中旅三年之内 投资8到10亿元 建设锁道 电梯 轻轨等 松山景区的基础设施 双方还将用10年的时间 打造建设面积为140平方公里 投资概算在500亿元的 松山文化产业园 此前 登峰市政府曾经表示 合作不涉及到 松山少林中越景区的 文物保护项目 登峰市政府新闻办介绍说 人们习惯于一提到 松山就是少林寺 其实 松山风景区 包括了72丰 72寺 少林寺所在的少林景区 这是其中的一部分 而且新公司里 并不拥有和占有 包括少林寺在内的16项18处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是经营和运作 针对少林寺上市 是贱卖国有资产 新公司合作以后 会影响到少林寺 与当地政府部门 门票收入三期分成的传闻 港中旅高层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也给予了说明 另外公众还担心 公司运作经营 松山少林风景区 主体政府性质的 风景区管委会 变成了企业性质 那么门票价格 旅游收费 是不是还会受到政府控制 换句话说 松山景区少林寺门票 会涨价吗 景区的门票是景区的门票 寺庙门票是寺庙的门票 这个是原来的管理办法 都不会设计 都不改变 由于身体原因 原定于参加挂牌仪式的 少林寺方丈并没有现身 此前与记者的电话沟通当中 他也表示 政府的意见 就是他的意见 无论外界如何变化 少林寺由宗教界人士 管理的原则 不会变 我们再来把视线 转向台湾 在两会领导人会谈期间 台中市刑警大队警员 陈朱祥在维护治安的时候 被人推下车摔伤 那么经过治疗 陈朱祥的伤势已经好转 26号 推他下车的绿营男子刘庆成 到医院探望 不过刘庆成就坚称自己 没有错 拒不道歉 涉嫌推商警员陈朱祥的 绿营男子刘庆成 在民进党中指委 林嘉隆的陪同下来到医院 说是要探病 因为陈朱祥在休息 被臣妇请到了会客室稍后 但没多久 会客室就传出争吵声 刘庆成随即开门出来 对方说我没有诚意 我用行动来表述 跟他关心他的身体健康 你有帮他抵抢吗 我为什么要道歉 你把人家推下去呢 你承认你有错吗 你承认你有错 谢谢指教 刘庆成来探病 却坚称自己没错 拒绝道歉 这样的探病方法 医院的工作人员也看不下去 大声制止 而陈朱祥70多岁的老父老母 更是气得眼眶泛泪 你台湾英雄 刘庆成离开后 台当局行政机关负责人 吴敦义也前往探视 亲自送上慰问金 要陈朱祥好好养伤 陈朱祥说 以原谅推他下车的人 也希望赶快回到工作岗位 新华社消息 国防科工局表示 探阅二气工程的 技术先导星 嫦娥二号卫星 预计在2010年底 发射升空 执行试验任务 目前的卫星 正在进行总装测试 好 更多资讯 我们来看一组 要问快报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曾益权27号抵达北京数值 三天的行程中 将会向国家领导人 汇报香港的最新情况 并回到国家行政学院演说 曾益权在北京期间 将与中央部委的官员会面 截止到11月末 今年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 联合有关部门 共破获了10起地下钱庄案件 6起网络炒汇案件 11起非法买卖外汇案件 涉案金额总计35.38亿美元 广东清远市 查出44名孩子血迁超标 当地政府采取行动 决定对血迁超标的小孩 再次检查费用实行免除 条件允许 政府还将对患者的 治疗费用买单 本次事故的原因 初步确定为 当地的一个蓄电池厂 超规模生产 同时没有组织排放 清远市环保局 已经要求工厂停产检查 发生楼盘倒腹事故的 上海莲花河判警院 近日首次向购房者开放参观 436户购房者参观了 毛坯交付标准房 和小区基础设施建设的状况 受倒腹楼盘影响的6号楼 已经完成了加固 预计明年5月交付新房 经过公安民警 17个小时的侦破 发生在贵州威宁县 庐山镇庐山村的1225特大杀人案 成功告破 犯罪嫌疑人邓学云被抓获 邓学云涉嫌在25号 杀害庐山村村民邓昭祥 及其4个孩子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 位于中国东北松辽盆地南部的长岭气田 27号投产 可以粘产天然气10亿立方米 它首次实现了天然气和二氧化碳分离 并将二氧化碳注入地下 实现了二氧化碳的零排放 这在中国还是首创 连接云南和广西的快速铁路通道 云贵铁路27号正式开工建设 铁路建成之后 昆明至南宁有望在四个小时左右到达 这个项目总投资894.81亿元 全线总工期六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